从画面上可以看到隧道内大塞车 车辆都停下来等候 没想到下一秒一辆义影车失控 往前追撞一辆小货车 接着又往前滑行 连续撞击前方其他大小车辆 场面触目惊心 强大撞击力道 导致不少车辆都变形毁损 零件四散 消防人员赶紧到场将人抢救出来 五车连撞车祸就发生在今天上午十点多 在苏华海东澳隧道北上108公里处 造成六人受伤 索性都没有生命危险 据了解义影车驾驶 当时没有注意到前方塞车 煞车不及而撞上带领听传访 公路段人员户口报也赶紧到场 出动机具清理及脱掉事故车辆 并一度将双向车道封闭 大约中午过后 南下车道已经开放通车 详细肇事原因还有待调查离经 本期节目的练书就会保持 对签讯性能有效